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社会的发展 电视柜的颜色多种多样 人们的选择也更加广泛 一般情况下 建议不要选择红色 紫色等火象的颜色 因为电视五行属火 容易加重家宅的火性 从而导致家人脾气暴躁 异患疾病 另外 红色过于鲜艳 人们在观看电视时容易被干扰 并且长时间下去还会不利家宅财运 形成财政赤字的状况 因此 最好选择与家中整体色调相搭配的颜色 如最常见的白色 灰色等 二 电视柜不宜过高 风水中讲究高者为山 低者为水 人通常坐于沙发的位置应该为山 宜高 而电视柜的位置应该为水 宜低 由此可见 电视柜不宜过高 以不高于沙发为准 当然 若是电视柜本来就偏高 则可以在沙发背后的墙上悬挂一幅较大的装饰画 装饰画 悬挂的位置高于电视柜的高度即可 这样可让身后的靠山瞬间变得很高大 低于旺财 三 电视柜不宜过宽 关于气场 风水学上讲究的是控制气场 而不是处处受压制 在摆放电视柜时 我们也要注意这一点 通常情况下 沙发一定要比电视柜宽一些 这样我们就可以很好的控制对面的气场 反之则会被电视柜里面的气场所控制 影响自身能力的发挥 即使有好的机遇出现 也会被他人抢去 二 电视柜的摆放风水 一 不宜摆放在财位 家中的名财位位于进门的左边或右边对角线的位置 以静不移动 所以电视柜万万不能摆放在该位置 因为电视所产生的声响会影响财位的进气 导致财位气场紊乱 家里财运变动无常 起伏不定 并且电视机五行属火 非常不稳定 电视柜放在财位 就会干扰财位的磁场 使得财位失去了它的实际作用 不利于家人财运的发展 因此电视柜不能挡住家中财位 二 不能面对窗户或处于开窗的墙上 电视柜不宜面对着窗户或处于开窗的墙上 因为如果是这样布局 首先在生理上 窗户光线较强 会对人眼视力造成伤害 其次容易形成空荡荡一片散泄之局 又难以望丁望财之意 影响家人运势 三 已在沙发正前方 电视柜位置需要综合考虑家居风水各种布局 到底该设于哪个位置 不同房子是不同的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 就是电视柜应该放在沙发的正前方 或稍偏一些 四 电视柜已有靠 风水中讲究物品摆放要有靠闪 电视柜也是如此 若电视柜背后空荡荡的 或者没有紧靠墙壁摆放 容易给家中招小人 对家人的健康影响也很大 而且也会影响家中的财运 导致家中破财频频 三 电视柜上物品摆放一记 一 电视柜上物品不宜摆太满 现代家居生活中 电视柜更侧重于装饰功能 很多用户都喜欢在电视柜上 摆放各种各样的装饰物品 但便如此也要掌握一个度 摆放得满满的未必就好 须知窗明寂静是客厅的第一要求 从风水学的角度来讲 在电视柜上摆放过多的物品 则会形成一个混乱的气场 严重影响家人的身体健康 二 以摆放忘运绿植 大多数家庭都会在电视柜上 摆放一些绿植 如发财术 万年轻 富贵主等 予以吉祥的植物 这样不仅可以增添客厅内的自然感和清新感 而且还可以净化空气 缓解人们看电视时眼睛的疲劳感 并且还能够催忘家中财运 三 既放带刺植物 电视柜的自由选择 还是要以主人的生辰命令为依据 其次 放置植物可以给家中增添生气 有些还可起着画煞的作用 电视柜上一般以防止枝叶茂盛的绿植为家 如果找到花枝枯死 应尽早剪除 但有刺的或成针状的 如仙人球 玫瑰 仙人掌等 就不适合安放电视柜上 四 以摆放花瓶 花瓶的形状各种各样 摆放在电视柜上具有很强的装饰性 而且 花瓶代表着平安吉祥 也非常利于家宅风水 不过要注意 不可摆放空花瓶 最好插上花卉 或是在里面倒上水 五 电视柜上放鱼缸 很多人喜欢在电视柜上放置鱼缸 那么鱼缸的放置也有一些学问 鱼缸的放置应在柜头靠窗口的一边 且鱼缸的面积不应太大 以长方形为宜 在鱼的品种自由选择上 对风水也有负面影响 像龙土猪 鱼身像一把利刃 性格更为凶狠 一般可以用它来向着煞房 而且对材的强化也具备非常效力 黑魔力 黑牡丹等黑色盛区的鱼 也是用来挡煞的 其中以黑魔力效果更佳 并且记住 寄水的人是不适合在客厅中养鱼的 六 以摆放帆船 帆船是风水摆件中 被人们熟知度最高的风水摆件 它代表一帆风顺的寓意 在很多办公环境中都能够看到帆船的风水摆件 帆船的风水摆件不仅能从表面上展示出一种大气 还能映射事业的蒸蒸日上 是一种特别吉祥寓意较好的风水摆件 七 以摆放金蝉蝉 蝉蝉是一种富贵财富的象征 主要是用于一些商业人士的家庭 能够让整个生活环境都能透露出财气 金蝉蝉还是一种比较高等的动物 所以还能表示蒸蒸日上的生活质量和财富的旺盛 金蝉蝉有效地调节了人们生活的钱财氛围 在装饰上也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作用 创造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环境 八 以摆放宝瓶 在很多家居环境中 人们都可以发现宝瓶的风水摆件 在台湾地区最为普遍 台湾是一个比较注重风水问题的岛屿 所以在家居环境中 也会尽力营造出一种祥和的生活氛围 宝瓶一般都会与钟灵搭配使用 是众生平安的寓意 能够为整个家族带来吉祥的预兆 也能让生活的氛围更加的和谐 如今电视机在家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让人们在辛苦工作一天后 可以看看节目 休闲放松 同时也是维系家庭 让家人其乐融融的重要工具之一 因此我们在家中摆放 承载电视机的电视柜室 也需要格外重视其风水 否则稍有不慎 就会影响到客厅的风水气场 因此建议大家一定要谨慎摆放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时时心清净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